近20名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 1月9日来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自愿免费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他们纷纷表示 感受到大陆落实同等待遇的实际行动 温暖又安心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陈黛化 一早就到医院的成能预防接种门诊 经过填写知情同意书 测量体温和询问健康史等流程 筛选确定符合接种条件后 不到5分钟就在接种室 完成了疫苗接种 整个程序 包括表单的程序 包括所有的排队的路线 包括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 跟我们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很多次很多次 这也代表说 我们这是厦门的疫苗的播种 绝对不是仓促的 是有序的在做这件事情 此次接种对象 维持台胞症的18岁至59岁 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 来自台湾彰化的90后青年陈彦安 听到有打疫苗的消息 第一时间自愿报名 按规定时间和公司台籍同事 一起前来接种 他告诉记者 还没有施打之前 多少有些紧张 但接种之后 却感觉放松和安心多了 来打肯定会紧张 那我发现来打了之后 确实没什么特别感觉 那也都蛮平和的这样 我们也经过了这么多的那个试验 所以我是觉得说 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我也蛮有信心的说 我们这个疫苗 可以对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直保护 来到厦门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中 有不少是大型台企 自发组织的台籍员工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副会长陈代化 就带领着公司 7名台籍员工 来到此接种点 施打第一剂 陈代化告诉记者 接种新冠疫苗 不仅是对个人和家人的保护 更是对企业平稳运营的一大保障 台商协会有300多名的台商报名 那我们公司也报名了 那我们公司也是 让我们的台胞同仁来登记 所以我们登记的8位同仁 打第一波 我们大概台籍干部有30位 我想接着第二波第三波 他们就开始陆续来接种 因为他们也可能要回台湾的需求 他们可能到各地旅游 出差都需要的 据了解 新冠疫苗推荐免疫程序为两针 间隔28天 紧急情况下 至少间隔14天 此次接种本着自愿知情 和免费的原则 报名后 台胞将按照有关规定 陆续开展接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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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